8月25日,亚运贵网球女双决赛级列进行,最终,中国2比1战胜了中国台北队,打破了12年的纪录,时隔12年后重新赢回了这枚过离已久的金牌,破12年纪录。 中国金花连得4分绝杀倒地拥抱,台北姐妹花沉默所立这场比赛打得非常艰苦,双方前两局打成1比1平,关键的第三局是场时大战,谁先拿到10分,而且还领先对手至少2分才能夺冠。 结果中国台北组合山友南和詹浩勤,打到9比7领先中国队的徐亦凡杨昭组合2分,手握两个赛点。 在随后的6分钟里,徐亦凡杨昭连续破掉了对手两个赛点,屏住巨大的压力,连得4分上演了疯狂的大逆转,将赛贵头号种子拉下了马。 夺冠后,徐亦凡杨昭续情的倒地相拥竞出胜利,镜头给到中国台北的姐妹花组合,他们在往前沉默树立,不敢相信自己生生浪费,和两个绝佳的渡冠机会,看过本场比赛的中国球迷们,都打呼这比赛实在,是太刺激太过瘾了。 惊险,刺激,恭喜徐亦凡,杨昭勋,祝贺两位中国女子网球选手夺取冠军,这是一场完美的大逆转。